近来美国联储局等多国央行,军建收水或加息的势头,为人行于去年两度降准后,日前又再度向市场释放流动性,或受消息刺激,沉积好一阵子的港股,中建復活之势头,日前单日竞升超过800点,成交更明显放大,目前水源充足,配合流市气氛改善, 相信有助本港流市慢慢近水楼抬,声势重新抬头,说回流市,近期受新一波疫情影响,再加上有部分业主心急于农历新年前出货,令二手流市隐现减价潮,反映业主放盘信心的美联信心指数,MCI,最新指数报54点,按周跌4点8点,跌8.2%, 明显反映于疫情阴霾下,侧外业主持货信心,令减价盘数量明显增加,同时楼价再度回落,美联楼价指数最新报171.37点,按周跌近0.3%, 本年预金跌约0.1%,数据大致于近来市况吻合,有人持官归故里,有人漏夜赶科场,业主肯减价,自然吸引不少准买家接货。 综合美联分行资料,全港35个大型屋远于1月10日至16日的一周,合共669宗成交,较前一周大升近44%,创11周新高。 一手方面,近来多个新盘蓄势待发,近日长沙环区收票情况理想,市场只录得十多倍超购,以上数据充分证明。 一二手楼市购买力未退,买家刚需常在,成交多寡指数价钱高低的问题,不者个人预期,本月全月楼市交投大致平稳,一手亦将维持热度,加上政府抗疫工作积极,配合上文水源充足及投资气氛转好的因素。 相信农历年后楼市走势将占入,并有望出现小阳春。目前楼市只因疫情消息而回气,楼牛明显未停,现阶段亦非跌浪的开端。 近日不少买家加快入市尋补报复,令优质盘员占减,不者在此提供三个贴士。 第一,多行几步,多看几个盘。除了留意新盘以及一线蓝丑屋院外,亦可多留意意。 三线屋院价格相对低水的沧海为主,买家需多做供货,定期与熟知行情的地产代理联络,勤力看盘问盘。 第二,大胆开价,由于疫情未过。 有个别业主看淡后市,又或希望只赚,换货,甚至移民,以价幅度或较之前增加,故遇上深水时不妨还价,随时有意外之起。 第三,按照巨投资潜力的地区作选择,首选当然是受惠北部都会区规划的团圆天等地区。 或者比铃铁路站的物业,再者就是未来有新盘开卖。 有着大黄铃近二手交投的地区,例如黄竹坑站及启德跑道区附近等。 对 Rotiu和西亚 再者就被低桃铁路en何干? 它的刘亦是在给您带 bak 집在包车 pounding。 От手在这个方可能不保护。